谁能想到俄乌大战竟然也能影响美国体坛 美国女子直男WNBA的球星格里纳传出在俄罗斯道支流 俄罗斯海关宣称格里纳今年二月前往莫斯科只是在她的学生行李中却被发现大麻电子烟 俄罗斯海关以运毒罪将她逮捕 现年31月的格里纳效力于凤凰城水星队 其次入选全明星赛还帮美国两度拿下奥运女篮金牌 格里纳的遭遇也让美国国务院紧忙更新旅游指南 呼吁美国公民赶快离开俄罗斯 主委美国欧洲足球赛场上也能看到俄乌战争的影子 德甲拜仁慕尼黑的波兰前锋莱万多夫斯基也把队长秀标改成乌克兰的国旗配色 英超比赛开始前也有纪念活动向乌克兰人致敬 现在英超豪门切尔西的老板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也因为俄乌战火计划出售球队 阿布拉莫维奇想卖切割俄罗斯人的身份 他说还会设立基金会把收益捐给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